20世纪初国运动荡 复旦大学起于东方 点亮了一盏新文化启明志的明灯 草创之初教学已然艰难 阅书更是不易 于是师生自发募捐 竟于万般坚谱之中 筹措出了物武列书社 1917年福丹大学 就开始作为大学本坑 就有一批同学 他们主动地拿出一些捐款 就每人捐的两块大鸭 这样就是凑了这种物武衣舍舍 虽然阅书社规模有限 还撑不得管 但是捐赠 共建 共享的精神理念 却从此扎根 一直保留纸巾 1922年 企业家黄义柱捐赠修建了义柱堂 将一楼专门辟出两间收藏书籍 以供师生阅览 于是复旦大学正式有了自己的图书馆 正式的作为一个图书馆的雏形出现 大概是要等杜丁友到了复旦以后 杜丁友先生是图书馆专业的一个专家 他从海外图书到回来 就制定了很多图书馆的规划 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房子 有书又有工作人员又有规章制度 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现代性的一个图书馆的处形 杜丁友先生任职期间 鉴于图书馆三字笔画繁多 创造性的发明团字 以一字读三字之音 同时会议生动 他更以高瞻远瞩的视野 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定下了百年大计 撰写职能十九条 以阐明图书馆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 结尾两句 请用图书馆 请住图书馆 更是将共享和共建写入了图书馆的灵魂 抗战以后整个学校西签 签到重庆去 那个时候复旦大学经济非常困难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设计复旦大学的创始者马相伯先生去世 他们就开始募捐赚到那个相伯导书馆 这个时候社会上募捐人士非常多 而且募捐的力度也很高 当时的复旦还是私立大学 享受不到国立大学一样丰厚的政府财政支持 校内和社会募捐成为图书馆资源的重要来源 解放后 新中国政府对图书馆事业越发重视 财政拨款也连年攀升 复旦图书馆在五十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五零年代初 这个当时有一个高校院系调整的这么一个大的动作 他并入了若干索大学的师资以及图书资料 并入复旦的时候就他们败了图书馆 所以我们图书馆的图章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不是复旦的图章 一时间诸校藏书汇聚负担 专业文献 外文资料 孤本古籍等规模建峰 这其中由以古籍为罪 逐渐形成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的一大特色 尤其是五十年代 有几个非常好的藏书家的图书进入复旦 所以复旦大学的古籍 现在上本已经有七千多种了 有四万册 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叫高谢 金山高市崔万楼藏书 他专门收集的诗经 号称是八经千种 五十年代初高先生在上海 通过本校的王兴富先生做介绍 让授给复旦图书馆 王兴富先生留下了数千种的诗人的藏书 大量的抄本 稿本 都是难以预见的 是我们复旦图书馆的又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收藏 诸多教授捐赠中 仅赵景山教授一人 就向图书馆捐赠了超过两万七千册 他毕生收藏的珍贵古籍 赵先生的藏书不是我们过去讲各个门类都要集权 他是一位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专家 另外即便是在小说戏曲的大的门类当中 赵先生的那个收藏的关注点又是非常有特色的 他会连续地收集 比如中国大戏院 整个一年的戏码 能够连续收藏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时间段里面的戏曲表演的许多一线的资料都能够保存 除了植本古籍外 还有诸如公牛集团捐赠的清代木活字等实体珍品 他们的珍贵不言而语 如何科学合理地筑藏和维护成为图书馆必须面对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探索 复旦大学图书馆专门成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古籍保护研究院我们的特点就是说是把科技和人文学科在一起 那么因为考虑到你古籍保护 涉及到很多的技术问题 比如说图书馆你需要多高的湿度 什么的温度最合适 哪些气体不应该让它有 然后你去修的话应该怎么修 一个纸巢里面 时间长了以后里面会长细菌 那么这些细菌未来会对纸张会有什么影响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一批一流的专家就在这里头做 195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新馆落成 时任校长的陈旺道发动全校师生 一夜间将六十多万册图书搬入新馆 一日各个阅览室全部开放 改革开放后 新建的文科图书馆于1986年落成开放 清新的海风还吹来了诸多国际捐赠 复旦大学图书馆也敞开大门 与全世界共享自己的宝藏 从最珍贵的宋元刊本 一直到最普通的民国课本 民国印本 对中外的校内外的读者 都是无条件的开放 有的时候往往接待的是海外的读者 像我们文科学者 最依靠的就是文献 除了自己购买之外就是图书馆了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小众专业的书 我主要是研究佛教的文献、写本 2013年德国的一位著名的印度学家和藏学家 米财汉教授 身患绝症了 想在生前把这个图书馆处理一下 我们就开始了疫苗的联系 当时也是因为葛建雄馆长他的大力支持 才使得整个一个捐赠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而且迅速 我们得到他的藏书在印度的和藏文的诗学方面 得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文献资料 这个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出于对捐赠者的尊重和对图书保存的完整性考虑 图书馆为这些藏书专门购置了书柜统一存放 没想到这个做法却引起了一位捐赠者家属的不满 这个施建雅教授他是美国有名的学者 但就在不久 他发现神能爱神能 那么他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 其中就包括怎么处理他的藏书 所以他给我发来邮件 他说复旦大学愿意不愿保管他的藏书 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 那么来了以后呢 我考虑我们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 我就决定了 我们跟他专门设一个诗家文库 里面挂上他的遗像 写上他的生平的介绍 然后把这书都集中了这里面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他的夫人的时候 所以他夫人很不高兴 他说诗家要这些书给你们 对他最好的纪念 就他那样普通图书这样 在你们老师同学中流通 让更多的人看得到 而不是把它供在那里 这不是对他的纪念 这是有违背他的遗作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捐赠 实际上他不仅是给了我们这批 非常宝贵的图书 也给我们大家输了一个学者 怎么样无私地奉献给人类 这样一个榜样 正是在他的榜样下面 我自己我也在几年前我也决定了 我现在的书落寻落寻 我都要捐赠给图书馆 2008年 由香港企业家李兆基 捐资巨万建造的李兆基图书馆 在江湾兴校区开馆运行 为复旦大学图书馆 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2017年 全新的医科馆拔地而起 又一次拓展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版图 成为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后的一大胜剧 从此 复旦大学图书馆传递的 不单单持复旦大学的一脉香火 同时也交融着上一大的历史血脉 其实一科新馆在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也受到了很多校友 还有社会各界的关爱 比如说我们这座大楼 就是由许健康先生和陈家全先生 他们捐赠了一个亿 那么帮助建造起来的 馆内也收集了很多一级教授 还有院士家属捐赠给我们的 像手稿 还有他们使用过的一些医疗器具 丰富了一科馆的馆藏 陈浩珠院士 是国内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 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资深教授 医科馆内也收藏着陈院士 曾经捐赠的手稿和著述 望着曾经的手机 仿佛是对自己过去的回眸和凝视 伴随着图书馆规模的不断扩大 和藏书量的余日矩增 馆藏的门类也在悄然质变 这两年我们的捐赠概念有所改变 就是说我们比较强调专题的社长 比如詹乐天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财产 1988年我回到自己的家乡 浙江海宁联明村 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 把他1954到1982年记录的全部工作笔记给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以资料进院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这些资料对理解中国的意义 当我这些资料收集过来 很多都是纸箱子 很多都是麻袋装过来 放在那边的时候 实际上我也遇到了一个困境 它需要有一个机构 有一种科学的方式来保存它 复旦图书馆应该是这样一个最合适的机构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完成的整理扫描 我们已经做成数据库 到今年10月中旬 研究者就可以用这些数据库 我们还有大量的没有整理扫描的资料 下一步我们将会图书馆紧密合作 逐步的把这些资料都进行整理扫描 以便让这个资料中心的资料 通过与图书馆的合作 做成一个让国内外学者 都能够来进行研究 以及更好的理解当代中国的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现在张乐天教授当代中国社会资料库里面 光私人通信有几十万份 那么这些通信将来要研究家庭 研究社会 研究当代普通人的生活就非常重要 比如我们最近在要做一个大型捐赠 就是作家卢兴华 把他当年写伤痕的手稿 各种伤痕的版本 尤其是上千封的读者来写 当年卢兴华是我们复当大学的学生 跟我是同班同学 他的商品发表在文汇报上 发表以后 他每天收到读者来信 大量读者来信 而这个读者来信 都是向他亲书 很多亲书的这些资料 卢兴华全部保存 这个小书的文本跟几千封读者来信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你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社会思潮 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我们看到的是个立体 它不是以后只能看到一个文本 它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状况 看到读者对这些刊物 对文学的一种联系 那这个就可以改变我们以前的文学史观 专题收藏涉猎广 2018年 艺术家王少石 将其所刻全套212方红楼梦印章 以及相关资料 全数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 这些独特的专题 让复旦大学图书馆 生成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馆藏气质 越来越多看似小众的门类 也被挖掘出前藏的价值 而被吸纳到图书馆中来 红色经典的专题收藏 也在近年被越来越看重 我们有红色经典的收藏 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做得非常有成就的 特别是以陈寅元帅的家族的捐赠 陈寅元帅的所有家里 68本私人照片 还有他的日记 他的长书 现在都觉得别复旦 那我们也都在逐渐地整理 把他数字画 富丹大学老校长陈旺道先生 他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业者 他去世以后 把他家的长书也全部捐给了我们图书馆 所以我们就把陈校长的这样一个长书 跟陈寅元帅的长书都整合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图书馆收藏红色长品的一个起点 2018年一批曾经见证中美抗战情缘的延安版画被美国老兵家属捐赠回国 复旦大学图书馆为这批版画举办了隆重的版画展 红色的血同印记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流淌延续 从藏书延展到藏品 从普通门类延展到特殊门类 从实体图书馆延展到数字智能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正走在一条变革的大道上 但是不论如何改变 它灵魂身处由捐赠而使的共建共享的理念 却始终不曾动摇 我觉得捐赠者能够把它从一个个人的一个学术活动 把它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事业 我们接受了捐赠者的资料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财富 当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生产事 站在时代的档口名声回顾来时的路 值得庆幸的是 百年前度定有老馆长 为图书馆描绘的宏伟蓝图 正在一点一点成为现实 但富但兴 为君至上 优优业价 世纪书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